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这不是京都阑山的人力车吗? 怎么来到了台北街头? 原来是SOGO年度最大京都展 今天起到10月14号开始 由于日前日本受到不少台风侵袭 这次排除万难如其登场 引来满满人潮 现场人气最爆表的就是连续两年 入选米其林指南推荐的大阪道顿爵赤轨 除了著名的甜酱章鱼烧之外 是必点口味 冰冰凉凉的刹冰章鱼烧 在秋老虎的高温下 让人也忍不住想点一碗消消热气 人气美食也有许多初登场 像名古屋第一品牌爱之森筋肉店 和风炸猪排严选肉品手打多汁 还有清水四名店腾菜美 浓郁新鲜的黄豆粉 搭配刚出炉的绝饼是游客必吃 入口激化的茶汁鹿果冻带出清新食感 幽灵仪则是起源于450年前的传说 是母亲的幽灵为了守护孩子生命 而买来传说中的糖果 口味淡雅甜味适中 而宇治式不香则是以米果和仙辈 呈现原式物语中的平安文化 充满特色的原式小仙辈 一次就可以吃到十种口味 另外甜点控不能错过 贺无极性的招牌民果红豆卷 是横跨百年的历史风味 京都燃花超院推出的台湾限定商品 凤阮蜜 使用台湾在地凤驴和新鲜鸡蛋 调和出绝妙好味道 此外现场还有日本职人 十眼精湛的手作记忆 以及必买的西游面纸 清酒造等京都名物 灌完后别忘了评发票到11楼中亭旁 体验日本道地的人力车 每日前300名还可以获得拍立的合照一张 让你不用飞日本 就能留下京都的美好回忆 董新闻报导